開始來撰寫VBA 所以請各位再把上個禮拜的聚集拖拉一個 把它的名稱改成綜合練習 括弧裡面改成VBA好了 OK 這個VBA裡面要改出來的話 沒有VBA,我這邊好像已經有一個了 那我就 裡面大概就是會有兩種形式 VBA這個部分是自己寫程式 第一個的話就是按按鈕 就按下去它自動也會出現 第二個的話是 插入函數的話會有個制定 我上禮拜有DEMO給各位看 那我們先完成第一個 如果說你今天不是用錄製聚集 而是要自己寫程式的話 要該怎麼寫 行李準備 可能要自己要開始動手了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切到開發人員 開發人這邊 第二的話呢 再切到那個VBA 反正以後寫VBA一定是從這邊開始 VBA 這個點下去 它會彈出一個視窗 那我們上禮拜有講過 如果你的那個什麼專案總管不見的話 記得從什麼檢視裡面的專案總管裡面 把它叫出來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找到你的模組 那模組呢 我們Module 1 是錄製下來的 所以這上禮拜的東西應該都在這裡 那Module 2的話呢 是什麼呢 你要自己撰寫程式的地方 所以我們上禮拜了 本來沒有Module 2 那我們其實只有做一件事 就按右鍵 在模組上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它會自動產生一個新的模組的空白 名稱叫Module 2 然後呢 你會發現在它的右手邊 會出現一個空白的畫面 那這個畫面呢 就是我們要撰寫程式的地方 OK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好接下來我們來說明 第一個喔 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希望產生一個按鈕叫門號 那現在當然程式還沒寫 假設我要需要這樣 應該這個找到吧 Visual Basic 然後 然後 點進來喔 特別是上禮拜有提過 如果你不小心把這個畫面關掉的話 你一定要到檢視裡面去找 把它找出來 檢視上面有個叫專案總管 好 記得就是有模組1 模組2 那我們把模組2 裡面是空白的 找出來 第一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就 如果你要新增一個新的程序的話 特別是接下來要自動 自己寫不是錄製的 你就在上方 記得喔 在這個模組的上方有個插入 插入裡面找到程序 插入程序的話 因為我今天希望產生一個門號的按鈕 那我就插入程序之後的話 他會問我說 請問一下你要產生的程序名稱叫什麼 那我就取一個名稱吧 也許叫做門號好了 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門號兩個字把它打上去 接下來的話 先在名稱上面打一個門號 打一個門號 OK OK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底下的部分都不要改 反正我們是sub 當然這地方 你可能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sub其實就是 對應到的就是按鈕 按鈕 OK 所以以後的話如果你要產生按鈕 就用sub 如果你要變成 自訂函數的話 就是function 不過目前我們是 要希望 對應一個按鈕 按下去 它會自動幫我執行 那這個地方其他都不要改 反正你就輸入一個門號就可以 然後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你的那個 右邊應該會出現這樣 public sub 門號 小瓜胡 然後and sub 有沒有 那不過你的字應該比較小吧 OK 有沒有我的字好像比較大一點吧 如果你覺得那個字太小的話 你可以到工具裡面有一個所謂的工具選項 選項裡面有一個工具 如果你希望字放大的話 工具選項 選項裡面的話呢 你找到有一個叫那個 這個工具選項 如果你希望字放大的話 就工具選項 選項裡面的話有個撰寫風格 那你把這個大小 字型的大小可以把它 因為它預設好像才9號字 我印象中那個9號字 原來好像是這樣字太小了 像這樣 其實是看得到 只是看得很辛苦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因為這樣避免 以後你字太小 造成眼睛上的負擔 因為現在眼睛的毛病可能會比較容易發生 所以盡量字還是放大 12號字好了 好 如果不夠大的話 你可以再放大一點 我是建議大概12 或者再大一點的話 14也可以 反正你這個地方看自己 OK 多大 那我們為了錄影方便 也許把字放大 你們將來再看會比較輕鬆一點 不然錄下來如果解析度不夠 看起來蠻辛苦的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說我要開始寫程式 那你就要告訴他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那特別注意 開始要撰寫程式的話 請你寫在 Sub跟EndSub中間 這個空白行 然後一般會習慣先按個TAB TA TAB鍵有沒有 在你們的鍵盤的左手邊第三個 左邊第三個 按TAB TAB意思說我下一階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把那個 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鑽寫 這個可以稍微縮小一點點 我要告訴Essail說 請你幫我把那個什麼呢 幫我把這三個東西 串接完之後 放在前面這個儲存格 的敘述方法 我們現在是講這 那在VBA裡面 你要學會第一個物件 那其實你要跟他溝通 要跟他講說 哪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 哪一個儲存格呢 這個伊蘭的 這個 第四列的伊蘭的 這個儲存格 後面就幫我放這些 這三個東西串接 那串接的方法 特別注意 接下來要開始打程式 記得我把它 應該看得到吧 我把它拉上來一點點好了 放在上面好了 因為 為了讓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我把它 再上來一點點 那其實一般打程式的習慣是 一邊看著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一邊打程式 那我們要打什麼程式呢 你打一個sell 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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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儲存格的物件 這個物件呢 告訴他說 你幫我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他會 錢掛5之後 他會問說 你的那個Rulindex 哪一列啊 Rulindex 哪一列 第四列 哪一欄呢 我要輸出到1欄 1的話 你可以用輸入 數字5也可以吧 不過呢 另外一種表示方法 就是你可以告訴他說 我要輸出到1 1的話 指的是1欄的意思 所以其實這個敘述指的是 我現在指向 這一個儲存格 它是1式儲存格 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的話 我要把先串一個09 所以特別是 這邊打一個09 好了 09 然後呢 AND 那其實有點類似 像之前串接那個公式一樣 AND 在 Excel裡面呢 跟VBA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 AND 在VBA裡面要前後加空白 就是要空白的意思 那 Excel之前我們打公司的時候 不用空白 這邊要空白 AND什麼呢 AND 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它這個位置是F欄 其他都跟這個前面這一樣 所以我可以把 Sales 示列的 1欄 這個 拿來複製貼到後面去 然後呢 這邊輸 這邊把它改F好了 好 這樣子 那意思是說 09 11 幫我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它的邏輯是這樣 後面的東西串接完之後 幫你丟到前面去 好 那當然呢 還有我們還沒打完 不過我是建議你 一邊打一邊執行 看看 如果確定OK再往下 如果不OK 你就改一下 這樣比較好 不然的話你打完 有些人打太多 最後發現錯了 不知道哪裡錯 因為太長了 重新檢查了 所以我們先打到這裡 然後呢 你就按執行 有不要放這個區塊 程式上面 上面有一個執行 執行就是這邊有一個 像Play Play就是執行 這個Play的按按鈕 然後你把它按下它 看看它會幫我輸出東西 到那個指定的儲存格 輸出 OK 那各位可以發現 有沒有 這個時候應該呢 會下面一個911出現 那為什麼911呢 不是有0嗎 因為呢 它裡面都是數字 沒有任何的文字 所以它自動幫你轉成數字 0就去掉了 那後面當然還有一個 減的符號 所以你後面的話 再串接空一格 and 再加上一個什麼呢 空格 再加上一個減的符號 講這個 0911 減的符號 然後你就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0 這個時候呢 因為有多了一個減的符號 所以你執行之後的話 你會知道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呢 它的0就跑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減它不是數字 所以呢 不是數字 它就知道說 原來你這裡面 不是只有數字 所以我就不幫你把0也去掉了 OK 所以你們在輸入那個 電話號碼的時候 應該有經驗吧 輸入完之後 and 減的0怎麼不見了 如果你要不要讓它不見 很簡單 中間加那個減的符號 minus符號 它就不會不見 或者是說 你輸入之前 先把格式改成文字 也是一個方法 OK 那可是還沒結束 後面還有對不對 那所以我後面還要串什麼 串84 所以你空一格and 然後呢 再把什麼呢 這個是驅欄 所以驅欄裡面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這樣看 這樣看好了 OK 驅欄的東西 所以可以把那個sales 第四列的驅欄 其實我習慣把它複製 把它複製之後 Ctrl C Ctrl V 貼到這邊 這邊把它改成區 好了 改成區 OK 按執行 84 可是問題少0 那0怎麼辦呢 之前我們在 Excel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TES TES函數 那這邊注意 TES函數 那個是Excel裡面的函數 它跟VBA的函數 不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 VBA裡面有哪些函數 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其實可以查 那我預先已經知道 有一個函數叫Format 那所以呢 我們 它那個Format的函數 用法跟TES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使用它 特別是喔 在前面我們的那個TES函數 它的用法一定是什麼TES 然後它的資料 後面再加上三個0 那其實呢 在VBA裡面用法差不多 差別只是把TES改成Format 而已 那我打一次給各位看喔 這邊的話呢 可能 因為現在都在自己打成事 然後 特別是一 移動到區一的前面 打一個Format Format 字都不要打錯喔 前刮弧 到它的後刮弧的地方的話 我們打到喔 豆點 豆點之後的話呢 再怎麼樣呢 再把它加什麼 加雙引號 0 0 有沒有 跟那個TES其實一模一樣 後刮弧就可以了 差別只是說呢 把那個TES改成Format 其他都一樣 大概就是這樣喔 打完之後的話呢 我就再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呢 VBA這一邊 把它執行一下之後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呢 它就自動幫我把84呢 一直行 欸 084出現了 有沒有 OK 記得喔 字不要打錯喔 Format 前刮弧 然後一樣把G欄的東西 放進去 豆點 000就OK了 那當然 後面除了G欄之外的話 還有H欄 所以呢 我們一樣的方式喔 把這一串程式呢 的End End 包含前面的空白 到後面的這一串喔 到G的這一串 其實你就可以了嗎 如果H嘛 其實後面應該如果你要產生H的東西的話 其實同理可證 怎麼樣呢 把這一段程式嘛 把它Ctrl C 移到後面之後的話呢 Ctrl V 把那個G改成H 好 這樣的話呢 再執行一下 如果你沒有打錯的話 理論上看到的話 就會看到 這個上面的結果 欸 有沒有 0911 084 007 那執行的話呢 是透過下面這一行程式 它會幫我把結果丟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了 OK 應該 沒問題吧 先試試看 反正程式應該很好理解 只是要 完全一次打正確 是不太容易的事 那我們反正這個是初體驗 VBA 因為這東西其實以後都是要自己打程式的 OK 意思就是你要跟那個Excel做溝通 你要告訴他說 你幫我做什麼事做什麼事 那VBA的好處就是你可以跟他講很多事情 可以寫很多程式 反正你寫完之後一鍵按下去 全部都幫你搞定了 但是你要學會的是如何跟他溝通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這些就是 告訴他說 儲存格裡面要怎麼去抓取 抓取完之後怎麼丟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基本的一個程式 請各位第一段程式先試試看 然後呢講義裡面也有 所以你們如果有一些細節上面不太了解的話 可以先找到那個我們的講義裡面的第30頁 30頁上方其實就是我剛剛打的這一串 因為這個程式太長了 所以我把它折航 折航到那個後面 OK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這一段程式把它打完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目前只有執行一次 可是問題我現在後面還有很多嗎 第四列第五列第六列第七列到103列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的話 你需要一個重複執行的命令 OK 那我先試一下 先第四列而已 所以現在呢 它只有輸出什麼 輸出第四列的結果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們Excel裡面 現在就一個結果出現了 那靠的就是剛剛這一行而已 那待會的話呢 就是如何把第四列 第五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全部呢 通通都把它執行完畢 那其實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這一個部分呢 先試著把它先做 做出來看看 那記得那個字 不要打錯 最常打錯的字是那個 Sales加S Sales 那前面的部分做完之後 你可以用Copy的方式吧 其實你會發現前面差別只是哪一列 但是這點是很方便 是很方便 是很方便 對 那它在那裡 是很方便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